魏国夫人笑开了 起座向瑞皇后道谢一旨 红走了魏国夫人 瑞皇后才听说 女御官又进宫了事 知道于叔去了薛贵妃那儿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 转头吩咐静旁听命的宫女 请镇上宫过来说话 薛贵妃有孕在身 不能伺候皇上的夜情 下个月的昆策尚未拟好 这会儿他召见了昆灵局的女御官进宫 必要惹得后宫这些妃子们跳脚 可惜的是孙贵人已然失宠 再不能让皇上分心 就不知道中翠宫这回打算卖给谁好 他得重新安排一番才是 于叔在中翠宫里留了午膳才走 宫里的规矩大 再怎么对着薛贵妃那样的倾国美人 也不顶宝还得笑着谢恩 薛贵妃这回传唤她 一呢是面授她的深沉八字 二呢是为下个月的昆策 在后者上 贵妃娘娘没有同她多说废话 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下个月起昆策上边的安排 让她看着办 什么叫看着办 于叔出闻之下 没能领悟 还是贵妃身边那位笑眯眯的陶嬷嬷 提醒了她 于大人 我们娘娘身怀六甲 下个月起 就不能伺候万岁夜情了 这多出来的日子 得要您重新考虑安排好 原来这又是宁针皇后生前给后宫女子立下的铁规矩 为免怀有身孕的妃子 适宠而骄 所以一旦宫女子怀上了龙肿 便从被枕出的次月起 不被列入昆策的名单 话说回来 赵庆皇帝直到薛贵妃平安生下了龙胎出月子 这七八个月里不能在中翠宫过夜 当然她白天爱来不来 谁也管不着 那多出的这几天 就要分摊到其他的公妃头上 至于给谁不给谁 那要看薛贵妃的脸色 但是娘娘让她看着办 这是什么指示 于叔在宫里头没有想通 出宫以后就打算去找薛瑞求教 趁着轿子到了大理寺的门口 正是半下午 外头的太阳有些灼人 他让徐青先进衙门 去看一看薛瑞在不在里头 没过多久 薛瑞就找了出来 还换了一身便符牵着马 于叔在轿子小窗口 露出半个头打亮他 下午没事吧 嗯 你若闲着 我们到望街楼坐坐 行啊 走吧 于叔好歹是昆陵局的半个头头 偶尔矿工半天毫无压力 大理寺到九马街不远 路上两个人一个骑马 一个坐轿 聊几句闲话的功夫就到了 坐在雅市 熏一炉好香 换上了舒适的衣上鞋袜 于叔翘着脚坐在园椅上 手里还捏着一块卷饼肉 巴达巴达的吃得香 大哥 你说 娘娘这是什么意思呀 下个月的昆陀 我要怎么安排才好 学瑞知道他上午在宫里 没有吃饱 就让人到厨房取了一样熟食 先给他垫垫 看他吃得香 胃里也有些吵吵 便拿着筷子 夹了鸡丝 卷进了蛋饼里 站着辣酱 跟着他吃了几口 娘娘不是让你看着办吗 那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哎 你说得轻松 后宫那么些女人 但是依附贵妃娘娘的 不少十个八个 娘娘不说 我岂知哪个是老实 哪个是不安分的 万一提拔了一个包藏祸心之人 再给贵妃娘娘惹祸 在他的认知里 贵妃娘娘就像是正处在一场 女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宫斗大戏 一个不慎满盘结书 薛瑞看着他一脸 起人忧天的样子 不禁失笑 竖起筷子 拿干净的那一头 轻轻地敲了他的脑门 轻声说 哼 汪你聪明 其实啊 想的太多 我这么告诉你吧 娘娘这是给你机会 捞好处呢 薛贵妃怀孕 不能列入昆策 这个事儿 整个后宫都盯着 今天虞书被叫进宫里 等于是给大家一个讯号 想要在皇上面前露脸吗 那尽管来找女狱大人吧 薛贵妃的意思 要薛瑞翻一起来就简单多了 你不必烦恼 这碗等着 谁要有诚意 自然送到你面前 你看着办好了 出了什么事儿 宫里头有娘娘给你担着呢 人人都以为公布的油水多 少有那暗制官场才晓得 若是昆陵局得了事 那才叫厉害 赵庆皇帝在位十四年 他的后宫里有多少女人呢 虞书刚刚上任的时候 做过了一个统计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这些都是虚的 现有从一品贵妃一人 二品公妃两人 三品公平八人 五品以上的贵人三十二人 再往下的财人 美人 疏人 更是不可计数 再说安朝的选妃制度 通常是三年一字进宪 从十三个省 各州各县挑选的年轻女子 经过了层层筛选 送到了京城 哪怕最后进宫的 不足十分之一 数量上也是相当的可观了 最可怜的 就是要数这些地方上 敬献上来的宫女子 若是有家世背景的 能在宫中寻上一位仰仗 或许有希望 在皇帝面前露一露脸 运气好的话 混个财人美人当当 大小是个主子 不然的话 基本上这辈子 就是个守活寡的命了 昆林局每个月 都要重新拟定 下个月的昆策 这一个月满 共是三十个日子 固定不变的是皇后 一人三天 贵妃再要三天 淑妃也要三天 这就去了三分之一了 另外皇帝也要休息 每个月总有那么三五天 得要修身养性 一个人睡 这三十天 就只剩下一半了 后头排着队 等着和皇帝睡觉的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十五天掰开了 分也分不够 这就要看昆林局的安排了 于书研究过 最初昆林局设立的目的 大概是宁针皇后 为了限制后宫 对皇帝的影响 对前朝的影响 她将这个权力 给予了一官 而不是由皇后操纵 出于宫 丙于私 这也就避免了帝后之间 直接矛盾的产生 事故 这一明显干涉 皇帝人身自由的规矩 可以延续今日 今天之前 于书从没有想过 能在昆林局女 玉官这个职位上 捞什么好处 不是她胆小 也不是她为人 有多正派 而是她有自知之明 凭她一个 出出茅庐的心力 没那个能耐 把手伸到了皇帝的后宫去 哪怕薛瑞把话 说得这么直白 加上薛贵妃的亲口保证 她也不能动心 要她借着 编定昆策的名义 收受贿赂 她怕是做不到啊 大哥 这是 你教我假公祭司呀 哎呀 算了 我又不缺钱花 只能辜负娘娘 一番好意了 就算薛贵妃 为她保驾护航 是因为投桃报李 答谢她 肯站在她这条船上 她却不能真的 就被眼前的名利 凝昏了头 何况她信不过薛贵妃 她的反应实在是 有些出乎薛瑞的意料 她正色起来 端详着她 片刻后也就明白了 阿叔 你是怕娘娘她 哎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云叔竖起筷子 打断了她的话 夹起了一块肉 塞进了她的嘴里 打岔道 哦对了 我得求你帮我打听个事 薛瑞已知道她的顾虑 便也转过弯来 按赞她 如今是越发的思虑周全了 就有些连她都没有想到的 她却能有所察觉 她也不敢保证 薛贵妃放话 给云叔让她借昆策捞好处 到底是为了答谢云叔 还是为了引诱她的贪恋 借机拿捏住她 什么事 你说 云叔给薛瑞添了一杯酒 往她跟前凑了凑 哎 你有没有在吏部当差的朋友 帮我查一查 宝泰十年到十二年间 在任的苏州令是哪一位大人 苏州府是直立 下辖十几个县城 当中就有余叔的籍贯易阳城 苏州令是为监察苏州知府 从京城下放到地方上的官员 大小无品 薛瑞神色一动 抬起眼皮问她 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哎呀 我有事 你到底能不能帮我打听呀 好端端的 她要打听二十几年前 在南方下放做官的人 薛瑞几乎是瞬间就联想到了云华 于是不肯轻易地被她糊弄过去 是不是同你答应云华要找的那个人有关 云叔眼见瞒不过她 犹豫了一下 干脆交代道 嗯 不错 是英立云华 好 那个 曾做过苏州令的人 就是云华要你找的人 哎呀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人 但是云华告诉我 如果能找到这个苏州令 或许就能问寻到那个人的下落 这话说的是颠三道四 南魏薛瑞居然听懂了 顿时他满心参意追问他 你老实告诉我 云华到底让你找的什么人 兴许 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云叔星说也对 他要找人 又不能大张旗鼓 肯定少不了薛瑞帮忙 云华又没有叮嘱 他不能对人说 他告诉薛瑞 也不算是泄密 哦 其实 其实也不是别的什么人 大哥 你记得我和你讲过 街头茶馆的那个说书的吗 云叔一脸八卦的 同薛瑞提起来 那个人讲的倒是有几分实情 昔日云华进京赶考之前 家乡的的确确有被夫人了 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只是他后来逼不得已娶了公主 同家乡的七小失去了联系 他要我帮他找的人 就是他失踪了二十年的长子 薛瑞愣住 云叔只当时他惊讶感慨道 哎 谁能想到 云华义子和陆月公主 这一桩美谈的背后 竟是这个样子的 哎 真是可怜了那一对母子 大师兄真是个渣呀 那 此事与当年的苏朱令 又有什么关系啊 云木峰是云华义子的化名 他本是异洋人士 年轻的时候四方行走 结交了当时刚刚下放的苏朱令 两个人身为挚友 后来云华不是娶了公主吗 他怕有人调查出他的底细 对他的妻儿不利 就悄悄地写信 托付了那位苏朱令 帮他照看妻儿 再后来云华算到了 他妻子遭难 知道他的夫人已死 孩子却下落不明 莫不是 与那位苏朱令有关 被他救下了 云书一边告诉他 这段狗血的过往 一边补脑与他分析的 要我看 很有可能哦 但凡那位苏朱令是个讲义气的真兄弟 必要保重那个孩子的性命 最好是为了掩人耳目 将他冲作亲生儿子一样养育成人 等到十八年后 再告诉这孩子他的身世 好叫他为他的父母报仇 文言 薛瑞扣进杯中的酒 仰头一饮而尽 心中是百般滋味 呛得他眼角火辣辣的酸疼 你又胡言乱语了 傍晚 景城找到忘机楼的时候 于书正在后院薛瑞的房间 照顾醉酒的他 下午两个人矿工回来 制了一桌小菜 本来是聊的正事 到后来也不知怎的 他兴头上来了 喝着花雕不解馋 让人从酒窖里搬了两坛 二十年的玉冻随 喝着喝着就上了头 等到他执拗的 要他坐在他大腿上 喂他吃菜 他才反应过来 他喝大了 薛瑞一向客气 是先少放纵自己的 这是他第二回 见着他喝醉的模样 头一回 是他借酒装风 占了他的便宜 杨想那个时候 他尚且心细景城 对他的殷勤是视而不见 自欺欺人的 与他兄妹相称 让他连心意都不敢轻易 说出口 他才借酒消愁 这一回 又是为的什么 虞叔坐在软榻的边上 将他灯掉的被子 重新盖好 一手轻轻地拍红 瞧着他微微熏红的眼眶 浓眉皱成了两簇 刚刚睡着 却有不安稳的样子 有些心疼 又有些疑惑 他正思前想后 就听到小秦 在外边小声的禀报 说是景城来了 虞叔收回思绪 叫来了贵妻 在卧房门外守着 出去到后院茶厅 见景城 你刚从宫里出来啊 虞叔将茶递给了景城 打发了侍女出去 嗯 皇上找我过去问话 大提点也在 云叔立马打起了精神 哎 都问你什么了 你没说漏嘴吧 他们在安县郊外 见过云华的事 三个人约好了保守秘密 绝不对第四个人提起 不过 景城不擅长说谎 让他很是忧虑 万一他说漏了嘴 最倒霉的可是他 景城犹豫了一下 不是很确定的告诉他 嗯 我都照你编的那些假了 可他们到底信不信 我就不知道了 人眼 虞叔松了口气 白手笑道 哈 你没说漏了就好 至于他们信不信 无所谓 随他们猜去吧 只要我们不说 他们就是猜到了什么 还能做书不成 这个瞎话是由他编的 从他们在安县酒楼上 遇上赵小竹之后 皇上要追究起来 就说他们进了一位 隐士隐居之地 那个隐士是个六旬的老手 胡子花白 精通艺术 留他们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好心的 让他的小徒弟 给他们指路 去公主墓 虞叔因为脚崴了 没去成 就留了下来 后来赵小竹 遁地跑了 就解释说 那隐士察觉到 他们和朝廷有关 不想有所牵扯 便弃居而去了 因为云华走得干净 该带走的 都打包带走了 留下的不足为证 虞叔毫无心理负担的 教唆警臣 七君王上 反正那是他的亲爹 明知道皇上 要他老子的命 他不说谎 难道还有大义灭青吗 虞叔瞅了瞅警臣 这一趟外出 他才发觉 他多了一些人情味 不似以前 不是烟火 我担心大提点之后 会再找你问问 你最好 得有个准备啊 警臣今天进宫 见到了赵庆皇帝 看出来他不很高兴 让他冒险带着破命人 一起出京 却一无所获 他生长在龙虎山道门中 对于君臣 伦常并不敏感 事已与赵庆皇帝 相认后 一开始 他只是觉得 世上多了一个亲人 还曾暗自高兴过 赵庆皇帝 待他一直很好 然而 随着他知道的实情 越来越多 他也就越来越清楚 后代自己的原因 不是 他是他同胞妹妹 留下唯一的孩子 更多的原因 在于他大安货子 这个不可告人的命数 这让他越感心寒 你说我呀 嗨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 不该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景臣垂下眼 扫向了他端杯子的 左手墨尾 不自然翘起来的小指 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神突然变得复旧 于叔不是瞎子 发现他盯着 自己的眼神不对劲 便警惕起来 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 看什么看 这小子 别再是知道了 他们不必成婚生子 才能破命 还对他贼心不死吧